大早安 国界首先看到一则外媒的最新消息 以色列对黎巴嫩边境的附近空袭 结果没有想到造成路透社的一名摄影记者遇难 那么同时也有多位的媒体记者受伤 根据这个路透社他们的声明就点出 对摄影记者伊萨姆阿布都拉越海市深感悲痛 那么以色列的国防军是从13号起朝黎巴嫩的境内开炮 没有想到现在连国外的媒体记者团也是遭到袭击 路透社就点出死者伊萨姆他是黎巴嫩的南部工作团队议员 当时他是负责提供一些及时的影像讯号 另外其实路透社他们也有两名记者因此受伤 还有卡达半岛电视新闻台的两名记者同样受伤 那么就在以巴冲突震撼国际之际 在法国一所学校更发生了歹徒持刀攻击的一个事件 一名车臣一役的凶险他是持刀砍人 导致了一名教师死亡两个人重伤 那么在犯案的时候根据报道他还大喊高喊真主治大 那么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表示这一起攻击事件毫无疑问是和以巴冲突有关 因此当局是紧急发布了袭击警戒 也就是反恐安全计划的最高层级 就是要来避免这个事态会延烧继续的延烧 那么据交代目前到底以巴战况是如何样子一个运作呢 巴勒斯坦的武装部队哈马斯在7号突击以色列之后 以色列呢他们现在是持续的轰炸还有炮击加萨走廊 来进行一个报复行为 那么在过去7天呢为了要报复哈马斯的突击 他们对加萨的巴勒斯坦平民 他们是狂轰猛炸 那么CNN有一名记者他就访问了已经从加萨撤离的女学生 他也谈到目前的状况 这名女学生他表示呢 虽然自己看起来现在很平静 但是她的内心真的是吓坏 那目前以巴冲突已经满一周了 今天是满一周 双方的战火还是持续的在升级 那么以军昨天呢是一早就下了一个最后通牒 要求呢北加萨的民众 他们110万的居民要在24个小时内 撤往南加萨 那么以色列呢画面中可以看到 以色列他们的军队表示呢 他们才可以减少这个最高的死亡人数 而且呢是要尽力的扑灭哈马斯 那么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他在12号的时候跟扬言要对哈马斯的开战时刻 现在大限已经到了 那么在昨天下午加萨边境呢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台台的坦克之后呢 已经集结在加萨边境 准备呢似乎是要往前攻击 那么根据路透直播画面 在加萨边境一辆量的以色列坦克 他们是按照指示往前移动 那么这也显示呢 以军他们的地面行动即将是要展开 因为日前呢都是以空袭的一个方式 而且呢他们将会从北部开始进攻 不过呢根据这个进攻消息地面部分呢 目前是没有更多的最新消息 那么简单先来看到呢 CNN他们提供的一个地图画面 刚刚路透直播的画面中呢 以色列他们坦克呢是在这个地方 在加萨的这个边境 那么聚集在这里之后呢 110万的居民 他们目前要在24个小时内 就是要从加萨的南边 就是这块红色的区域 他们要往这边走 移动到北边这个地方 那么就是呢这块所谓绿色的地方 就是这个安全的区域 这边呢就是南部是危险的 但是呢加萨的人口现在其实呢 他们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稠密 所以呢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 要安全地移动到这个地方呢 这么庞大的人口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而且呢其实当地的资讯 是非常的匮乏 很多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根本就是很困惑 也很恐慌 那么就根据联合国的 世界粮食进化署表示呢 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以来 加萨走廊的物资呢 是已经严重的不足 尽管该属目前已经到了现场 是提供食物给庇护的数千人 但是呢刚刚可以看到 有数百万人 110万人 他们会接种而来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安全的加萨地区 食物啊还有营水工艺 就很快就会耗尽 尤其呢是乙军在9号的时候 他们是全面的包围加萨 他们是不准食物呢 还有营水燃料 汽油燃料呢 这些都是不可以进入 而且呢就关闭了全部的出口案 可想而知呢 现在的一个危急严峻的情况 但是呢哈马斯他们难民事务部 却要求北加萨 刚刚红色地区北加萨的部分呢 他们要求这些人民 他们要坚守加州 坚定地迎击乙军他们的新礼战 那么根据外媒报道 其实当地人民呢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他们就待在加州 因为呢其实加萨这个地方呢 他们的网络啊 还有一些电话 都是不同资讯 不通的情况下 人民呢其实对于大规模的疏散 根本就是毫无准备 而且呢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 像是因为没有这个燃料呢 被阻断的情况之下 他们只有驴子啊 汽车也不可以开 所以呢他们撤离的方式 基本上呢就是要徒步离开 因此很多人民呢 他们其实是反而呢 是选择不相信 这个战争是已经开打 那么究竟呢 这个后续的战况会是如何 退役的少将力政杰他认为 从哈马斯这一次的攻击的 缜密计划 而且呢这个组织呢 已经战争 为这个战争呢 是准备了两年的情况之下 现在很有可能呢 他们当然也是抵御好 准备抵御好 以色列的攻击 那么届时呢 很有可能会动用 刺针飞弹 飙枪反弹克飞弹 就是要来面对 义军他们的攻击 所以我们合理的推算 说哈马斯 他有没有为后续 这个乙军攻入 加插手廊 做所有各种准备 那不要忘了 他为了这场战争 他准备了两年 两年你看 他可以挖多少地道 屠存多少武器 对屠存多少饮水 弹药粮食 可能都有做这些囤储 那我其实我自己在推测 如果说真的是 这个乙军攻入 加插手廊来讲的话 会不会出现刺针飞弹 或者标箱反坦克飞弹 或者扭夜刀 弹簧刀 这种无人机 对乙军来实施攻击 我觉得可能性都很大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打扣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